全球的气候模式在不断变化,其中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世界各大江河。 虽然四季变动,总会导致洪水的发生,但长期以来,有关洪水的记载却一再被新的记录打破。 在欧洲,过去曾是百年一遇的极端气候,现在却每隔五年就会重复发生一次。 过去大大高于水位标志的高端渠,如今却已经不再安全了。 然而,当一些人在奋力抗洪时,另一些地区的人们却在经受的空前的干旱。 仅在两三年前,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摧毁了世界最大的雨林,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正在枯竭。 巴西西北部城市玛瑙斯在河水退去之后,数十条船只在干裂的河床上搁浅,浮桥和浮动船屋也都在干枯的泥潭上躺着。 从索里莫伊斯河与尼格罗河合成的亚马逊河汇合处航行一小时,最后发现索里莫伊斯河河水变得很浅。 几公里长的暴露河床变成了一片沙丘,大风吹起了厚厚的沙尘暴。 气象学家称,旱灾是海洋水温变暖的结果,但不少人都把旱灾归咎于亚马逊盆地的大量伐木活动。 亚马逊的另一条支流马迪拉河,干得连货船都无法到达伦多尼亚州首府的波多维罗。 为解决发电厂的燃料问题,他们不得不从巴西南部用卡车运送燃油,这使雨林更容易发生火灾。 在附近的马纳科尔河干枯的河床上,成千条已经腐烂的鱼随处可见。 在含有河水的死水潭里,数十条水浒鱼正在惊慌失措地挣扎着。 而这条河,过去曾是亚马逊河一条流速最快的支流。 亚马逊河和尼格罗河通常都有八公里宽,三百多米深。 虽然这两条河每到旱季快要结束的时候,水位也会下降,但这般情景却是当地人从未见过的。 亚马逊州的州长宣布,16个城市为危机城市。 这些城市由于干旱,河上的区民甚至无法买卖视频,生活直接成为了云西。 台经正前方。